17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上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吉斯提亚 针对俄罗斯无差别攻击乌克兰平民一事 直问俄国驻联大使涅班基亚 基斯提亚的这段话改编自纪录片 凝视深渊的剧情 片中一名死刑执法人员 在工作结束后无法克制的哭泣与战斗 并表示那些被他处决的囚犯的双眼 不时会闪过自己的眼前 除了以呛烂的言论指问涅班基亚 是否曾为俄军暴行感到羞愧 吉斯提亚接着更表示 俄国应该停止对安理会的恶劣操纵 因为这种行为真的很猥琐 面对乌克兰大使的这番言论 安理会上涅班基亚并未直接回应 但会后对记者透露他不跟吉斯提亚 进行个人交流 甚至进一步反抢 乌克兰杀害顿内刺客而同时 不知吉斯提亚是否有感到悔恨 事实上这已不是两位大使第一次 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进行交锋 在2月24号安理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 吉斯提亚就已当面开抢俄罗斯 他弄指俄国无法履行联合国任何有关和平的义务 应放弃安理会主席一职 并要求涅班基亚打电话给外交部长 要求俄国军方停止侵略 最后吉斯提亚更表示战犯会直接下地狱 记者黄信亚整理报导